小和尚为了锻炼臂力 在双臂之间绑上利刃 斜着体统上斜坡 稍想下垂就被扎得劈开肉绽 这是来自少林的35房 少林武艺都在这35房中 每一房的训练都极其艰难 棍房 训练者要用长棍跟着齿轮转动 手臂不能弯曲 上下全是尖刺 稍微不正就是一道伤痕 并且每个齿轮大小不一样 齿轮越小难度越高 另一房 弟子们需要用头去顶石头硬般的纱带 然后给佛珠上一炷香 每个人都是头晕目眩 举步维艰 任何想要偷懒的都会被住持给打退 重新开始 只有少林寺的佼佼者才能通过这35房 少林一开始 少年刘玉德私运反清物料 惨被抄家 仓皇逃到了少林寺 想要潜心学武为家人报仇 方丈赐他法号三德 可三德来少林一年多了 每天只是扫地 未曾学得一点功夫 住持知道他的想法后 他告诉三德 本寺僧人只要自愿 就可以在35房之中休息武功 你自己不说 谁知你要不要学 少林武艺共有35房 住持问他想从哪房学起 三德急于求成 想去武学最高境界的顶房 三德一进顶房 就看到许多僧人在两旁诵经 三德对顶房的住持说 自己想要学武 住持隔空一掌 将他打翻在地 原来武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诵经鸣心 三德只好先从35房学起 第三十五房 名叫饭堂 饭堂顾名思义就是吃饭 吃饭谁不会呢 可这吃饭吃得可不容易 饭堂隔着一个水池 水池中间有两块浮沫 让弟子们踏墨而过 三德刚要踩过去 就失去平衡掉进了水池中 他爬上岸刚进去 就被人拦下 饭堂有规定 衣服不干不能进 三德只能先将衣服晾干 可等衣服晾干之后 饭堂里也已经没饭了 三德本辈分不分 去住池处打饭 饭堂住池将他拦下 想吃稀饭可以 但要站在浮沫上吃 三德左右摇晃 不仅一口没有吃到 又掉进了水池中 住池罚他将全饭堂的碗筷洗干净 第二次吃饭的时候 三德只是怕了 住池那条通道没有水池 他翻过去想走捷径 住池将他打进水池中 墙头虽矮 但佛法千丈高 师兄们也在一旁嘲笑三德 住池将他们训斥一番 出生之毒不足为小 三德也明白了 练武是没有捷径的 晚上他站在木桶中 开始练习平衡力 几晚的苦练下 三德已经不再怕过水池了 单脚就踏了过去 住池为他们升级了难度 将浮沫全部打散 这下没一个人可以过去 住池用一个碗 为他们讲解了其中的道理 木头飘在水上 福利有限 越是用劲踏上去 木头会更快下沉 要想过需要进 平稳 快 进能使不快 稳则平衡身体 三德心有领会 半夜躺在床上都想着练习 他来到水池边 开始疯狂练习 天道抽琴 三德本就是练武天才 一夜之间就掌握要领 踏过了水池 助持让他去练三十四房 三十四房专练臂力 臂力可谓十分的重要 拳掌刀剑棍枪 全都需要靠臂发力 所以练臂是很辛苦的 需要在双臂之力上绑上刀片 接着体筒上斜坡 稍想下锤就被扎得劈开肉绽 三德刚挑几桶水就有点累了 刚想放下手臂就扎得生疼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 三德的臂力已经筋飞细笔 不仅可以轻松挑水 还能帮助其他师兄 助持看他已经小有所成 就将他赶了出去 让他去三十三房 助持看着三德哈哈大笑 我这一房比较容易 我敲一下木鱼 你就用铁锤撞一下钟 很小一个绑在竹杆上 三德一看没有什么挑战性 就想去下一房 助持让他别小看竹杆 铁锤虽然重十斤 但套在一丈二的竹杆上 能达到一百二十斤的重量 万力才能拿多少呀 三德试了试根本抬不起来 助持让他尽两尺 三德才勉强拿了起来 他跟着助持的节奏敲钟 不一会儿三德头冒大汗 手腕生疼 只见身后全是手腕 绑着绷带的弟子 这关完全不简单呢 数月过后 三德经过刻苦的训练 以小有所成 助持继续为他加大难度 击打木鱼的速度越来越快 三德也只能越来越快 最终通过了万力房 三德天赋异禀 勤恳奋勉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通过了三房 方丈免三德做一切杂物 生他为藏经楼管理 三德继续挑战三十五房 这一房名叫木力房 挑战者需要站在 两柱正烧着箱的中间 眼睛跟着助持前面的蜡烛转动 只能眼动 头不能动 否则脸就会烫着 这一房可谓极其的重要 西武之人一定要木力零快 这样才能躲过敌人抛出的暗器 等三德完成测试后 助持要再测试他的手脚 必须要做到眼到手到 三德转过身去 助持用烛光照向木桩的反光处 让三德击打 经过前面的训练 三德眼明手打 烛光刚照到木桩上 他就能准确无误的打上去 助持大喜 他主持木力房六年 三德是最出色的一位 下一房名叫立房 弟子们需要用头去顶石头硬斑的沙袋 然后给佛珠上一炷香 每个人都是头晕目眩 举步维艰 任何想要偷懒的都会被助持给打退 重新开始 三德刚想低头前进就挨了一掌 还没顶几个就趴在地上不想动了 主持让他起来继续练 三德艰难的闯了过去 头上全是大包 主持再次将他叫醒 告诫他 头乃是六阳之手 也是练力最后一关 练力完成后才能练拳脚兵器 三德还要报仇 他每天刻苦练习 用劲去撞沙袋 几个月过后 他已经不会再头晕了 势不可挡 成功闯关 三德两年的时间 过了35房之中 基础功夫的十房 是少林寺前所未有之旗 方丈升三德为达摩院知识 让他自学其他武器 三德先去学了拳法 这个主持想必大家很眼熟 这是袁和平的父亲袁小田 大家肯定在别的电影也看到过他 真正的大师 经过十房的基础训练 三德学拳极快 数天过后就能和各位师兄过招了 接下来是腿房 需要用腿踢碎在后面的罐子 三德直接来了个高难度系数的 一跃飞起 双脚踢碎 拳脚之后就是冷兵器 刀乃百兵之王 三德自然是先学刀 刀技大成可以应付注持的短棍 接下来就是少林的专用武器 少林棍了 少林棍被少林奉为百兵之族 平常训练方法极其艰难 要先在水区中 用长棍拖着百斤重的石头 等完全可以拖动之后 就是练转棍 让长棍跟着齿轮转动 手臂不能弯曲 上下全是尖刺 稍微不正就是一道伤痕 并且每个齿轮大小不一样 齿轮越小 难度越高 最后还要和住持过上几招 才算真正练会 可见少林对棍法要求有多么的苛刻 三德真是武学奇才 这都没有难倒他 住持在三德面前打得都有些吃力 认可他闯过了此关 三德在短短五年中 就在少林三十五房修炼成功 方丈又要给他升级 正是升他为三十五房中 任意一房的副住持 在少林这么年轻的副住持 可是前所未见呢 方丈是一戒律住持 看不下去了 不认可三德 他给三德出了个难题 不管用什么兵器 只要能打败他的柳叶戒刀 就算他成功 柳叶戒刀有点像永春八斩刀 灵活多变 三德以长棍迎战八斩刀 长棍的每一道攻势都被柳叶戒刀防下 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险 住持快速进身 用戒刀砍起手臂 最后更是将长棍卸了下来 三德输得心服口服 如果是生死决斗的话 他早就死了好几次了 住持让他再去挑选其他的武器 随时都可以找他动手 三德想到了用铁缠杖去破住持的戒刀 他挥舞着缠杖 想着用什么招数去应敌 可到了真正比试的时候 三德才知道自己错了 他本想用月牙铲卸掉对方的戒刀 可招式是死的 人却是活的 住持瞬机应变 手腕一转 戒刀就脱离了月牙 三德转换为杀伤力更强的尾部 可威力提升了 却没有那么灵活了 被住持用刀背连拍17次 三德只能再去练 他拿着戒刀在竹林中继续思索招式 郁闷的他砍向竹子 砍竹子那一瞬间 他灵感大发 自创了三截棍 三截棍是三截项延 节节能用 且三截互换 攻守兼备 这下再也不怕 住持的柳叶借刀了 圆可攻 近可守 并且两端加紧 还能将对方兵器卸掉 住持心服口服 三德也得以服众 没人再反对 他可以做任何一房的住持 方丈问他 想做哪一房的住持 三德却想自创一房 36房 当时少林功夫不外传 不被大家所熟知 36房专门收取 可造就的俗家弟子 授予武器 方丈也想让 少林流传千古 但这个仙盒 他不能开 不能坏了规矩 他只能借机 将三德赶出少林 罚他下山化园 三德下山后 来到自己曾经的家中 当年他利用家里关系 私运反清物料 惨被抄家 家里破旧不堪 早就没人了 老婆告诉他 人都埋在了乱葬缸 乱葬缸这边 红西关正在埋葬故人 却被清朝鹰犬包围 危机时刻 三德出现救下了红西关 这个清朝鹰犬 就是当年杀他父母的凶手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三德抢下一把大刀 对战他的长枪 少林多年苦学 可以让他轻松应对 墓里房的训练 也可以让他轻松 躲过敌人 抛出的暗器 他抢过长枪 将对方制服 对方赶紧求情 你是佛门子弟 应该慈悲为怀 和尚不能杀人 三德回答 我佛如来也要瞎磨 红西关拿刀替三德杀死了他 红西关看三德武艺高强 便想要跟他学武 三德正为收录可造之才下山 他让红西关又为自己推荐了一个 那就是西关铜千金 铜千金自幼打铁力大如牛 可也遭了朝廷的剥削 铜千金一气之下 拿起铁锤和他们干了起来 可铁锤一侧太重 铜千金只能被动挨打 三德告诉他用另一侧 铜千金醒悟后 用尾部将他们暴揍一顿 铜千金知道了三德是高人 想要跟着他 铜千金的好友陆阿采 却不服三德 用长竹和三德对打 三德一脚就将他降服 陆阿采古灵精怪 设下冲冲陷阱 全被三德给破 三德现在手下有三名弟子 是可以去杀天达将军了 天达将军杀了好多反清复明的志士 必须将他除掉 天达将军府的对面是加冲米六铺 三德在这里又收了冲米六当徒弟 行动当天 他们用面粉迷惑鹰爪们的视线 将天达将军引到野外击杀 三德以自己自创的三截棍 对敌天达将军的双刀 住持的柳叶戒刀 在三截棍面前都吃不消 别说双刀了 天达一直处于下风 三德将他的武器全部打掉 天达用出了鹰爪弓 最终被三德的铁头弓给撞死 三德回到少林 自创三十六房 传授这些可造之才武功 少林武功流传事外 三德成为一代大师 少林三十六房是1978年 邵氏出品的一部功夫电影 由刘家梁指导 刘家辉 汪雨 罗烈 徐少强 袁小田 伟红 唐伟成 陈龙 连妹主演 少林三十六房在香港上映后 该年票房收入近三百万 创造了邵氏电影公司功夫片的最高记录 这可以说是一部十分精彩的邵氏动作电影 清洁有趣 打戏干净利落 刘家梁不愧是武术出身的导演 再叫上一身正宗功夫的刘家辉 这样拍出来的电影 是真的好看经典 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那么你最喜欢刘家梁的什么电影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